Hello 大家好 我是Aman 今天又跟大家跟进屠龙小队的案件 已经踏入第七十一日的审讯 轮到被告严文軒的代表律师作这个结案陈词 今天辩方律师回避他讲严文軒在屠龙小队里面的角色 反而用了很多时间去讲重返证人黄振强 大家都会记得这几天这三个辩方律师 都喜欢将陪审团的视线由被告身上 专业到其他重返证人的身上 意图为被告去狡辩 今天严文軒的律师更夸张 辩方律师诬裂 控方因为和王振强有认罪协议 所以就王的作工指证其他屠龙小队的成员 控方律师听完就立刻指证有关的言论并不是事实 文件上也没有这些证供 辩方为求洗脱严文軒的罪行真是不杀手段 对香港司法制度作出严重的侮辱 辩方律师今天说了很多次 严文軒是不积极参加屠龙小队的行动 又说到严文軒坐在那晚在安全屋里 坐在平时很多 甚至搬严的女朋友出来 严文每日要花时间陪女朋友 没有时间参与屠龙小队的行动 模糊了严文軒在屠龙小队里面的角色 但是根据TG灭龙组群的讯息显示 当其他成员谈及好像有防弹盾 严文就很积极回应 是就好啊 相片给我AR15 可以看出 严文是知道行动中会使用枪 并不是对屠龙小队使用枪不知情 而本来在10月1日的杀警计划 为什么会推迟一星期 改为12月8日 是因为严文不在香港 王振强说过 要等严文回来才可以行动 由此可见 严文在计划当中担当一个很重要角色 再加上在12月6日 严文在灭龙组群问 8日之后我们需不需要避一避呢? 由此可以推论 为什么严文在12月7日 上了展虹大厦的安全屋 他并不是好像辩方律师那样说 怕被王振强罵所以才上去 他是因为知道12月8日杀警计划 所以早一晚就上了安全屋预备 还有他都担心计划之后会被人抓 所以问之后需不需要避一避 究竟严文迁是不是好像辩方律师那样说 只是懂得陪女朋友 不积极参与屠龙消退的行动呢? 大家都可以想一想 好了 今天先说到这里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新的案情 那就要留意继续 留意审讯的最新发展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